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781集 一号竟然是 接下来的一个时辰里 临安诵读着先帝起居录的内容 许清安坐在一旁细心听着 期间给他倒了两次水 每次都换来表表甜蜜的笑容 许清安如愿以偿的听到了 人宗道手 地宗道手和先帝的论道过程 先帝再次问了地宗道手 帝皇修道的可能性 地宗道手给出的回答 与人宗道手一样 长生可以 长存不行 这里的长生 指的是延年异寿 后面的长存 是长生不死 经过漫长的谈论 养身之道后 先帝问地宗道手 闻道尊一气化三清 是三者一人 还是三者三人 地宗道手的回答是 既可三者一人 也可三者三人 亦或者一人三者 这是不是太拗口了 许清安 皱了皱眉 抬手打断临安 你容我沉吟沉吟 三者一人 是指分化出来的三人 其实是同一个人 三者三人 则是说他们也可以是三个独立的个体 一人三者 是什么意思呀 这和三者一人 是不同意思 相反的意思啊 你可以继续了 临安点头 继续念诵 让许清安失望的是 后续并没有关于 一人三者的记录 也不知道是地宗道手没有解释 还是起居郎 懒得记录了 因为起居录 不可能把皇帝说过的每一句话 都真实记录下来 真要这样 那每一位起居郎 都有剑翘眼 他在心里吐槽 表表忽然惊喜地说道 呀 原来先帝说 怀王是镇国之助 是因为这件事啊 他正好念叨了一段往事 青年时代的元景帝 和少年时代的怀王 去猎场打猎 遇到了一只凶狂的熊皮 当时身边的侍卫都受了重伤 危急关头 怀王手撕了熊皮 先帝听闻后 称赞怀王是未来的镇国之助 许千安不屑地想 哼 身为武者 撕一只熊皮算什么呀 表表继续说 不过父皇他们可真大胆 南院深处通常是不能进去的 只有举行丘烈时 才能进入南院深处 因为那时候有大内高手保护 不怕猛兽 先帝最后三分之一的人生里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作为一个佛系的帝王 政务方面不勤奋也不算懒惰 生活方面倒是经常搞选秀扩充后宫 当然这不是问题 毕竟在这个时代 每个男人都内心想法是和老季是一样的 不过 人到了晚年 这个毛病依旧没改 所以先帝起居路的后半段 经常出现一种叫做龙羊丸的担要 这里的龙羊不是常规意义上的龙羊 龙代表真龙天子 羊代表刚 羊气 结合起来其实和六位帝王玩是一个意思 表表念叨这些内容的时候脸色难免尴尬 毕竟通过先帝起居路 看到了爷爷的生活隐私 当然皇帝是没有隐私的 皇帝自己也不会在意这些隐私 许前在心里嘀咕 这父子俩真是绝了呀 一个城日里想着女色 一个放着后宫里高质量的叔父视而不见 先帝起居路念完了 这段线索终于调查结束 许清安有些许遗憾 并没有得到太至关重要的内容 许清安收好先帝起居路 突然露出笃定的笑容 天下 龙外看玉图涉及风水 这方面的学问着实有些难 必须得找人讨论才行 依然是研究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殿下平日里都是与谁讨论呢 他料定表表是个学渣 所以这番话故意说得很笃定 打算诈呼一下 表表为了面子假装自己很懂 那肯定会顺着他的话回答 类似的经历 就如同读书时 女生们喜欢聊男明星 许清安不关注娱乐圈 又很想插入女同学们里 于是呢 假装自己很懂 但其实只会复合女生们的话 说几句 对对对 我的看法和你一样 对啊对啊 谁要和人探讨的 表表眼睛网上看了看 我一般都是和怀庆探讨的 怀庆 许清安身子一晃 差点没能站稳 他深吸一口气压下所有情绪 看着林安说道 这本书哪来的 我原格借来的 许清安低声说 是怀庆让你借的吧 表表多情的毛子里闪过一丝慌乱 孽如片刻 选择坦白弱弱说道 你猜得真准 许清安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神情发目 离开林安府 许清安满脑子都是问号和感叹号 一号是怀庆 一号竟然是怀庆 根据这个判断 他在心里回顾起过往的细节 一号很神秘 在朝廷中 位高权重 符合这个神秘的人不多 但是也不会少 林安都能符合 怀庆就更加没问题 而且呢 怀庆的聪慧和城府 确实和一号气和 过去的种种大案子里 一号表现出的信号 就是位高权重 拥有极大的权限 我记得500年前的太子 溺死桑坡 就是一号透露的 但朱公同样能查到相应的线索 并不能因此确定一号就是怀庆 一号平时展露出的态度 很维护朝廷 对于二号李妙珍看不太顺眼 因为侠以武犯进 这同样符合朱公 不能做出判断 但是先假定一号就是怀庆 那么他提出负责调查 很远下落的举动就合理了 朱公虽然能进攻面胜 但通常只能在固定的场所 无法在皇宫乃至后宫自由行走 而如果是怀庆的话 皇宫几乎是畅通无阻 他让表表去文渊阁 借阅龙脉勘于图 是出于谨慎 同样也是因为表表这种学渣 借什么书都不会引人怀疑 但就算是这样 你拿我心爱的小木马 不 拿我心爱的林安当工具人 我还是会生计的 许清安想起了很多细节 比如以前有一次 他和丽娜在群里吹牛皮 说要把大风的漂亮公主绑去 给丽娜哥哥当媳妇 当时一号表现出的态度 就是极度不悦 另外 一号如果是怀庆的话 那他绝对是早就知道我身份了 他那么聪明 骗不过的 许清安骑在马背上 表情再次发目 隐隐透着活下去也没有意思了 这样的态度 返回徐府 沈沈带着两个闺女 还有丽娜和李妙珍出门听曲儿去了 沈沈真是个没心没肺的娘们儿 也就二郎出征头几天担忧了一下 现在又开开心心的 自以为是个小仙女了 许清安吐槽他 差点也想扭头去勾兰听曲儿 但他今天着实没心情了 正打算洗个澡 然后易容离取 去临行一下养在外头的魏王人 这时呢 一阵熟悉的心迹涌来 他下意识的摸出地书碎片 查看传书 很远的下落有线索了 但我一个人无法继续追查下去 需要你们的帮助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